嗨大家好我是小群啦 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時空之門的大獎 一趴大獎 菲履拉 那這一次的GNN是有直接公佈三大獎 不過這一次我們先 這一部影片我們做這個菲履拉 因為另外兩隻路西法跟亞伯漢他們是一對的 一組的所以我們等一下那兩隻留到 下一部影片一起講 這樣才不會亂掉 那這一次一樣是有八隻角色 然後神族的菲履拉是最大獎 路西法跟亞伯漢是二獎 好那我們下禮拜一就改版 所以我們直接進入正題 看他的技能到底強不強 首先他是火神族 其實預料得到是神族啦 因為他以前在時空之門 好像也是神族這樣子 那隊長技能的部分猛炎之神力 他比較適合拿來當作 該系列的隊長 也就是隊員適合放四元英雄 那神族也可以放 但是只有火光暗吃得到 血回加成 雙隊長的話就是2.25倍了 基本上血量是肯定 隨便都破個四五萬 四五萬以上的 所以血量的部分也是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火光暗以外的神也可以放 只是就是血就比較低一點 那他就不像EVA 就是什麼隨便都可以放 他有比較適合的卡片 比如說他這個系列的角色 有次元英雄系列 比如說這些 雖然說這些不是神族 但是他屬於時空之門系列 就是次元英雄系列 所以這些角色都可以放進去 也是吃得到倍率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 然後手消任何一橫行內的所有符石 會有這個額外的倍率 那這個一橫行就是橫排嘛 六顆這樣子 你可以消三三 也可以消一組六顆橫的這樣子 然後六連擊 大於等於六連擊以上 會有額外的倍率 那ESCOMBO也可以 那就是條件很多啊 就沒有那麼簡單暴力 沒有那麼無腦 無腦就像 比如說像吃油 他就很直接喔 你隨便轉倍率就出來了 那這個的話就是條件比較多 當然你全部條件達成的話呢 倍率肯定也是非常高的 我這邊算一下給大家看 他的條件如果全部達成的話 就是七百八十四倍 七百八十四倍看起來沒有很高 但是我們看到他的隊伍技能 他是有這個整版兼具火光暗符石效果 所以這個隊伍放火光暗為主 火光暗角色為主 當然是可以讓個一兩隻啊 比如說 放個什麼遇早前啊 因為這張 當隊員也不錯嘛 然後 火符石兼具這個50%新符石效果 也就是有這兩種 回血珠這樣子 然後手批三粒相連符石可以發動消除 也就是手消是三消 後面的話就不是三 就是正常的消珠這樣子 天降下來的話就不是了 只有手批這樣子 有點像拉普拉斯那樣子 不過拉普拉斯是連天降都沒有 他是有天降這樣子 那另外反擊傷害減少90% 也就是說他不太怕這個 會反擊的敵人這樣 那你看這個784倍加加上整版兼具攻擊珠 傷害肯定是不低啦 只是玩起來的話可能條件比較多這樣子 那這邊還有一個隊伍技能很重要 橫行消除大於等於一組五粒符石 要大於等於五粒以上喔 也就是說你那一組 你剛剛上面 隊長自己有看到嘛 他要消一整個橫排才會有倍率 才會有額外倍率 那這邊隊伍技能要你橫行消除一組大於五粒符石 所以等於是你等於要消一組橫行六顆符石啊 不然就是一組五顆橫的 然後一組直排這樣子 這樣才可以把橫行消掉嘛 所以玩起來的話我覺得比較沒那麼無腦 他可能是想要還原一下就是 時空之門拉磚的這個特性齁 這個特色這樣子 那他橫行消除這樣子一組五粒符石的話 會有次元英雄角色技能cd-1 而且他是隊伍技能齁 不用開技能的 內建的 被動的 所以這個就要好好的利用 有點像洛克人的那個衣冠 就是變成說官方以後可能都會朝這個方向去設計 就是一直減cd-1 只是減cd的方式不一樣 那時空之門系列的方式就是 橫行消除一組大於五粒符石 好 那再來是發動左右滑動移除技能 每次向左或向右滑動會有 觸發不同效果 那這左右滑動這個技能呢 就是像這個小獎有沒有 每一隻都有這個 左右滑動移除的這個技能 這個是火的就沒有了 然後木的有 光的有 暗的也有 就是類似這種技能 而且大家注意到cd都非常的短 也就是說他這些技能 除了他本身的小獎的技能以外 還可以搭配這個大獎的 雙隊長的這個隊伍技能齁 還會觸發不同的效果 那這個可能就要稍微背一下這樣子 像左滑動的話延長移動符石時間 可疊加回合數 那向右方滑動 2.2倍無視防禦率 所以就是這 這算是多的效果啦 大家就是 看你想要什麼效果 來選擇向左或向右 比如說你像 你發動隊員的技能 同時也可以觸發你的隊伍技能 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來看到 飛驢拉的這個主動技能齁 他的技能 這次的大獎都是有兩個技能 那他的第一個技能是 背化術連擊 cd5 那 將時空之門角色找有 神族成員之行 和服裝為強大鬍子 基本上你就把它理解成這個 整版強化啦 然後再來這個 兩回合內增加 6combo 而且1xcombo也會增加 好那就是 跨回合增加連擊 因為他隊長技沒有什麼 加連擊的 的效果嘛 所以主動技就給你了這樣 然後另外 首批直行 首批掉落直行 時空之門角色的 屬性種族符石 也就是會有 第二批的天降 有點像我們 開那個 神族下馬西這樣的感覺 會有在 直排的掉落下來這樣子 那但是呢 他只會掉落 時空之門系列角色 所以他的這個主動技要發揮到最大效益 隊員就是要放這些 這些時空之門的 這些角色這樣子 所以就是其實有點綁啦 那我覺得神族 如果要玩神族隊的話 直接玩福音戰士就好了 這個應該還是比較偏向放這個 時空之門系列的角色這樣 然後我們看到第二個 這個技能 它是移除黏液 CD5 而且他技能CD都非常短 CD5而已 那他的技能是選擇三橫行的符石 左右滑動移除 他本身的技能也有這個 左右滑動移除 我們再來複習一次 如果你發動這個 左右滑動移除的話 就看你要向左還是向右 就是看敵人的技能而定 比如說敵人有這個石化 其實有石化也不怕 他直接移除就好 那如果這些石化很多的話 你就可以 這個 開這個向右方滑動 無視敵人防禦 又有增傷 大概是這個概念這樣子 那另外呢 這個技能2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兩回合無視黏斧 那這個的話 拿來當隊員 神族的隊員也很好 因為黏斧這個技能 真的超討厭的 所以他算是 可以當隊長 當隊員也有他的價值在這樣子 而且像這個第一個技能有沒有 他這兩回合增加combo的技能 也是有他的隊員價值在的 所以這張卡呢 我覺得 玩起來複雜 但是如果說條件全部達成 應該是挺痛的 然後比較適合放 這個該系列 該系列的成員進去 因為神族的話 如果要玩神族隊的話 我覺得玩EVA比較無腦一點 就是比較輕鬆一點 那這個沒玩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這個玩起來到底強不強 所以就蠻期待他的 到時候出來之後實戰怎麼樣吧 或者是等官方釋出這個實戰影片 好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這個一趴大獎 飛呂拉 寫作字等飛呂拉 的介紹 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小鈴鐺 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各位掰掰